所以全家4个人确诊 现在一位死亡 三位全部都在医院治疗当中 云林县的确诊案例 11101 11251 11252 今天这三个案例 跟昨天台西确诊的案例 10663 是相关 而且是同一个家庭 今天的三个案例 一个是他的孩子 一个是他的孙女 那一位是他的孙子 是一个家庭群聚感染的案例 那今天这个儿子 也就是11101 是男性53岁 那平时居住于台西乡问岗村 6月3号因为父亲确诊 匡列居家隔离并接受裁检 6月4号裁检结果阳性 6月5号确诊 那目前在医院治疗中 那案11251 男性13岁 案11252 女性15岁 两人平时居住于台西乡的闻岗村 6月3号因为主父确诊 匡列居家隔离并接受裁检 6月4号裁检结果阳性 6月5号确诊 那目前也在医院治疗中 这三个跟昨天的案例是同一个家庭 所以全家全家四个人确诊 现在一位死亡 三位全部都在医院治疗当中 他的这个感染源还在调查 那从这个CT值看起来 显然是说 这些年轻人 他的感染可能比阿公还早 可能比阿公还早 只是因为他比较年轻 那没有症状 那所以目前我们也是在调查 因为据我们了解他还有另外一个孙子 目前在安置机构里面 那在5月初的时候 有频繁的往返北部跟云林 那我们也是在确认这样子的一个传染源 那目前我们就是持续的在疫调中 跟大家报告 那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家庭群聚 谢谢大家